各位同仁请就座 开会 上一次的会议记录已经放在各位同仁的桌子上 请各位同仁参阅 谢谢大家 请各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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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在桌子上的会议记录 有没有意见 好 会议记录确认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审议的顺序 我们今天先继续审议长交易的市府提案 市府提案审完以后才接着进行审议员的提案 议员的提案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提案一种是法规提案 最后才是市府的报告案 各位同仁对这样的顺序有没有意见 确定 好 现在开始审议员的顺序有没有意见 好 现在开始审议长交易的市府提案 我们的左手边ABCDE的这一落都是今天要审议的案子 还有这么一大叠 辛苦了 好 开始 请宣读 请各议员翻开议长交易市政府提案 审查意见汇编序 类别设证编号第十五号案 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社会局 案由其审议卫生福利部一百零五年度 推展社会福利补助市政府社会局 办理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安全方案执行风险工作补助费 及市政府社会局相对资筹经费 计两百一十万七千元 您先行垫付执行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请审议 各位同仁们意见 同意办理 以上设证审议完毕 换财经是不是 接着请财经委员会的召集人 博议员建盟上报告台 请专门委员宣读议案 审议财经类议长教育市政府提案 请看财经类第十六号案 案由 请审议本市林园区顶错段 一三五五一三五六地号等 两笔室有非共用土地 面积合计为一百零七平方公尺 您完整处分程序后办理标售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请审议 各位同仁对这个案子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今天提案审查完毕 接着我们请教育委员会 请召集人上报告台 请专门委员宣读议案 教育委员会 我们请李议员宇婷上报告台 请看议长教育市政府提案 编号十七 类别教育主办单位文化局教育部核定补助 市政府文化局所属市立图书馆 办理一百零五年 推动公共图书馆书香卓越典范 补助专案计划 地方配合款 新台币四百万元整 应未及编列于一百零五年度预算 您请准以先行电付执行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们意见 同意办理 接下来是农林委员会 请召集人中议员圣友上报告台 请专门委员宣读议案 农林的有一二三 三个案子 请看议长教育市政府提案 审查一件会编续 请看编号十八 按由 请审议为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核定 高雄市厚镜西 汇丰桥自新中治水闸门断 水质改善 清浦沟水质净化 现地处理规划设计 经费一千万元 电付执行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们意见 同意办理 编号十九 按由 请审议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月署 核定补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币 两百万元办理 一百零五年 奉鼻头渔港书郡工程 不含设计工作 你请准以提列补助款新台币 两百万元 及配合款新台币 两百万元 合计新台币 四百万元电付执行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们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案号二十 按由 请审议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月署核定补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币 两千两百四十八万两千元 分两年办理一百零五年度 促进两职一月 与环境和谐计划高雄市 等三件工程 你请准以先行提列 一百零五年度 第一年补助款 新台币一千零七十一万 七千元 及配合款新台币一千零七十一万七千元 合计新台币两千一百四十三万四千元 电付执行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各位同仁们意见 同意办理 农民部门 农民的结束了 接下来请交通委员会 请简幻中议员上报告台 请专门委员宣读 请看议长交易市政府提案 案号二十一 案有请审议一百零五年度 钢山支援周边环境整建工程等六案 交通部观光局补助五千四百零六万元 市场款七百九十万元 及市政府配合款 一千九百八十四万元 共计八千一百八十万元 您先行电付执行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 请审议 各位同仁们意见 同意办理 接下来换公务委员会 请召集人 曾议员立彦 上报告台 请专门委员 宣读议案 请看议长交易市政府提案序 第二十二号案 类别公务 主办单位高雄市政府公务局 案由请省议市政府接受 类政部营建署补助 办理一百零五年度 城镇风貌行硕整体计划 推动建筑物 齐楼整平计划 经费九百八十七万元 原整请准议以电付款方式办理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第二十三号案 案由请省议市政府接受 类政部营建署补助办理 一百零五年度 建筑物实施赖政 能力评估 吉普强方案 经费两百七十九万八千五百四十元 整 请准议以电付款方式办理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同意办理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同意办理 请看二十四号案 案由请审议有关市政府捐助 陈立之台团法人 高雄市取得师有继承道路 基金会一百零四年度决算书 委员会审查意见 照案通过请审议 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照案通过 公务委员会审议完毕 好谢谢 接下来是要审议我们议员的提案 这次本会议员的提案总共有 议员的提案总共有六百七十四个案 议员的提案有六百七十四个案子 其中一个是 其中有一个是临时提案 那一般的提案有六百七十三个 来可以请议事组来宣读了 那各位同仁要看的是 ABCG本是不是 请议事组宣读 请各位议员参阅基本 例别民政类 第1号至第13号案 以及第15号至第49号案 共48案 委员会审查意见 送请市政府研究办理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好 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社政類第一號至第四十八號案 共四十八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埃經類第一號至第五十號案 共五十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教育類第一號至第八十八號案 共八十八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農林類第一號至第一百一十八號案 共一百一十八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交通類第一號至第九十號案 共九十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請審議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保安類第一號至第七十一號案 共七十一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公務類第一號至第一百五十二號案 共一百五十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 送請市政府研究辦理 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送請市府研究辦理 議員提案宣讀完畢 這次議員的提案已經宣讀完畢 也審議完畢 接著是議員的法規提案 請召集人 將豐騰議員上報告台 請專門委員宣讀議案 看西本ABC的西 看西本ABC的西 請議員拿出議員提案 請議員拿出議員提案 西策 議員法規提案西策 編號 編號 提案人蕭元永達 案由建請修正高雄市議會指之自治條例 第二十七條條文草案 請議員翻開一之一 一之一月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二十七條 本會致秘師長一人 副秘師長一人 秘師長成議長致病 處理本會事務 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副秘師長相助秘師長處理本會事務 正列第二下 秘師長已定期會開會時 因就主管A5提出報告 相關A5主管因列席備詢委員會審查意見 本案送大會公爵請審議 本案送大會公爵 所以請各位同仁表示意見 那麼在各位同仁表示意見之前 我們先請本會的 呃 徐主任 說明一下 這個條文有沒有 這樣的修正有沒有抵觸其他的法令 向大會報告 我們議會的組織制度條例 是根據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來定 那依照現行的這個地方立法機關準則 是沒有這樣的條文 第二 現行的地方制度法 是在規定定期會是 我們議會是在監督事件5級所屬機關的事件 並沒有說在規範議會自己的內部的行政業務的報告 以上 那是規定在第幾條 第制法的第幾條 讓同仁能夠參閱 48條 請各位同仁翻開第162頁 我們手上的這一章 第制法162頁48條 是不是可以請你把這48條稍微念一下 第48條就是 事件報告的提出及備詢 直轄市議會定期會開會時 直轄市長應提出事件報告 市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級機關所長 應就主管業務提出報告 以上 第二項 第二項是 直轄市議員在定期會開會時 有向前項各該所長或單位所管 就其主管業務質詢之權 諮詢互為事件總諮詢及業務諮詢 以上 所以根據第48條的第二項 議員的質詢權 這裡規定的非常的清楚 就是說質詢的對象 是什麼 我們不可能對高雄市的所有的人都有質詢權 我們對中鋼中油也沒有質詢權 所以這裡高雄市議員的直轄市市議員的質詢權 在第48條的第二項說明得非常的清楚 它的對象就是市政府的首長或單位主管 就期主管業務 還要就期主管業務 如果還非主管業務的話 應該也是沒有質詢權 但是這個部分 市府其實他們 有時候非期主管他也跑 我們叫他來他也都會來 也是很尊重 所以根據48條的第二項 議員的質詢權 他的對象在地方制度法裡頭 已經有明文的規定 所以不包括本會的秘書長 所以本會的秘書長 根據第一項要來做施政報告的 48條的第一項 要來做施政報告的 也不包括地方立法機關的秘書長 然後質詢的對象 也不包括高雄市議會 各位同仁 這一條法條 這一個修正案 可能會跟地制法有一定的抵觸 那我們也很高興說很多同仁 對於我們議會的內部 有希望說改革的地方 那改革的地方 我們可以藉由我們的內規 來做相關的規定 像立法院也是有一些內規來規定 我們目前的內規 其實也有一定的規定 包括高雄市議會 每一次開會的定期大會的第一天 都會有生活座談會裡頭 幾乎都是在做相關的檢討 所以各位同仁 對於這一條的修正條文 各位同仁還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蔡副議長請發言 我是覺得 我們蕭議員 收這個 我們在收這個 是在占對 收 那個市政府的官員 來拜訓的 不是收 我們自己在拜訓的 這第四十八條第二項 第二項 我們占對的是市政府 第二項 第二項 四十八 四十八條 第二項 我們執行的對象是市政府 不是 我們市議會 執行我們的 市議員執行我們的 秘書長 或是執行副秘書長 或是執行主任 所以 我覺得 林公蕭議員 他收這個 不合我們的內規 不合我們的條文 他希望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可能跟地方制度法有抵觸 但是他希望 議會改革的心意 我們都感受到了 所以也請各位同仁一起 往議會改革的方向 更加快的腳步 那 召集人 各位同仁你看四十八條第二項 說明得很清楚 執行權 他有個對象 對象是誰 說得一清二楚 來跟大會報告 在小組討論的時候 也是有針對這個到底 有沒有違反地方制度法 那 因為當時 有很多的討論 但是並沒有很明確的 像今天有 法規式的徐主任還有議長 在把這個條文非常明確的 在裡面就是 就是提出來說 到底是怎麼樣 違反地方制度法 所以 那另外 在整個討論 大家對於 校議員要改革議會 是 這個是非常的 覺得感佩 所以在裡面有很多對議會的 各種的討論 包括說 也有這樣的討論說 是不是有可能 在這個生活作團外 另外 就是還沒有大正式的那個 業務的報告 市府的業務報告跟質詢之前 就在生活作團會完之後 是不是有可能在那裡有一個會議 讓秘書長讓大家 就把所有 過去的一些事情做一些報告 也有討論到說 是不是 這個 因為大家都認為說在議會編列預算的時候 議會編列預算的時候 有很多議員都覺得好像沒有被 徵詢到很多的他們想要改革的地方 那是不是有可能 將來在編列預算的會議 現在是有各委員會的召集人 還有各黨團的召集人有參加 那是不是有可能 也邀請所有的議員 參加在編列的過程當中也能夠參與 那所以其實大家都很多 除了這個對於 釋法不釋法這一條的討論以外 也有對於說 內部要怎麼樣改革的討論 所以當時就 因為還需要更多的討論 所以才提醒大會公爵 以上報告 好 那各位同仁 針對這一條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請吳一貞議員發言 主席 各位同仁 我想小委員提這個案 也有很多的背景 我想很多人不管是第一屆的 或者是已經有四屆、五屆、六屆 一定會發現議會的整個轉變 不是只是從高雄市跟高雄縣合併 有很多的 有些是體制上必須要面對的 所謂的人事的 人員額過 按照比例的話 可能員額過多 那這個可能要有一個 就是說 對外界也要說清楚 那我們處理的原則也要說清楚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是更重要的 我常講 不是這樣而已 就是剛剛提的 整個議會 整個社會前進的腳步 是這麼快速 整個外面在轉動 不管是產業界或整個 不管在政治或全世界都一樣 環境都在改變 那我們每個人都要適應這樣的一個挑戰跟改變 那議會也好 就是說其實很多政府的組織機構的調整 並沒有辦法很快速回應這樣的一個 不要說快速啦 適當的腳步去回應社會外面的變遷跟期待 那所以說我們議會本身 坦白講 確實必須要去面對這樣的外界的 這個不是人 是外界環境整體的對我們的 期待跟要求 整個市議會的體制 怎麼去回應民意機構 或者民意代表 每一屆所選出來 他們民意代表又回應 全部的民意的轉變 那議會的整個組織架構 跟功能 跟編制 怎麼是回應這樣的需求 我覺得我們要有一個 比較更積極的來調整 但是我們也對 既有的體制跟人事 我們當然要有一個 也不是說一刀切 也不可能是這樣 但總是要去面對 但我面對的不是人數的這件事情而已 是整個內涵的問題 角色功能 包括以前我們講過很久 要不要一個預算的獨立單位 結果有回應 就把各司議會各編組 臭一臭 你們這些預算 然後提供一些意見給議會議員參考 就發生上一屆 也是好議長 我想我們講這個事件 也是一個感覺 但是看起來是政治事件 其實它背後是很重要的是 我們的議會的 坦白講整體的 這方面的素質 沒辦法跟得上時代 就編一個建議案 預算哪些要刪除什麼要刪除 上一屆許議長就按照這樣 當表決的程序可能會有瑕疵 可是那個內涵不是他個人的偏見 是議會 議會也不是某個職員 對政府機關哪個局處 有恩有仇 也不是 也是根據過去 那些建議 都出來 叫大家不要管 我講的是說 這個大家很多的都要檢討 可是我覺得說 議會本身的整個提升 立法院也經過這樣的一個轉換 他們現在轉換的比較快 我講的是 比如說以法制人員 我們的法制人員是嚴重不足的 立法機關法制的後援 議長過減沒問題 林英榮的內涵不錯 很多學法律的可能有基本內涵 那很多我們對很多價值 很多的理想政策 我們很多想法 可是它背後還是要回到 法規法制的支撐 自治條例的制定或者修訂 最後才是預算來支撐 這個整個內環 那我們的法制人員 現在載幾個人 我們有沒有補新的人 好那我要補新的人 我又沒有新的虧 要怎麼辦 所以說我是覺得說 我覺得這個案 如果我們不是說 校議員的 不符合法制 這樣就不同意 這樣就算了 我覺得這個 當然是按照這樣的 剛剛議長跟我們大家討論 是真的沒錯 可是要了解它背後 我們大家的期待 希望我們對議會有一個 理想的模式 當然這個不可能 按照理想模式 先把我們理想目標先定出來 我們怎麼逐步去改革 讓我們再解決這個問題 才是真正這個案 我覺得我們來討論 放在大會來公爵 大家來討論的用意 這是小組在提這個案的 最主要的一個精神跟想法 謝謝 謝謝 我也跟大家報告 因為剛剛 吳怡政議員特別講到兩件事情 一個是員額 跟一個預算的問題 那麼之前 蕭勇永達議員 有曾經質詢過我們的員額 比如說 他認為檢任的 值等的人數太多 但是這裡必須跟大家報告 根據相關的規定 因為我們是立法機關 不是行政機關 所以立法機關 中央給予我們可以有的檢任的 百分比就是比較高 跟行政機關不一樣 因為行政機關要面對的是外面的服務 比如說 那天蕭勇永達議員有特別提到 區公所可能 可能連區長都不是檢任職等的 的公務人員 那有一點 不太 不好意思 因為蕭勇永達也在現場 這樣的比喻 有一點 不太 不太貼切 畢竟高雄市議會是要 大家是要幫忙66個議員 做監督跟立法的工作 所以我們需要比較多的 檢任職等的 這樣的行政人員 來協助議員 問證 那或許 目前這些檢任職等的人員 大家沒有感受到 他給我們問證上面太大的協助 所以才會對他們有意見 人數太多 其實人數是符合規定的 但是 這個人數沒有達到我們要求 譬如說 剛剛 吳醫政議員也特別談到 我們的法治人員實在太少 然後他們 即使本身有法治的專業 可能也跟不上時代 這個都是整個議會內部需要檢討的 再者 說到 預算 其實每次在把概算算出來之後 因為 我也才當了 一年多 去年在 編完概算的時候 其實都有通知各黨團的總召 來參加 那因為過去慣例都是這樣 其實以前我當議員不當議長的時候 我也不會來參加議會的概算的會議 那以後當然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共同來參與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那 包括昨天 公都門 高都門 說 我們的人事費用 為什麼 平平是66個議員 是怎麼那麼的人事費用 會比 新北市的人事費用多了 他好像寫了8000多萬 其實我要跟各位議員報告 他們計算錯誤 因為我們多的那個8000多萬 是 就是每個議會 台北市議會 新北市議會 跟高雄市議會 編列預算的方法會不一樣 我們把議員的部分 全部通通弄在 人事費用裡頭 他們可能把助理的部分 會分在另外一個部分 所以是每個議會 編列預算的方法不一樣 不一定通通編在同一個科目裡頭 這樣子 高都門在看的時候 常常會用以偏概全的角度 在看我們的預算 其實我們人事費 比新北市的人事費 我們雖然人多 但是我們人事費並沒有比他們多 因為 所以我們會把議員的部分集中在一起 別的議會會把議員跟助理 拆開來在不同的科目裡頭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計算的誤差 那我們也是都忍著 但是必須跟大家說明說 他們引用的數據有時候是 他們沒有看整本預算 只看某一個部分 只看人事費 那當然我們會比他高 可是整本看起來 可能會編在別的地方 就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那各位同仁 請蕭永達議員發言 議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審到 審到等你來 這個提案 我來做一個說明 是 就是說我們議會是在監督市政府 這是我們主要的職責 那要監督別人 當然就是我們自己有沒有以身作者 那監督市政府 主要監督市政府的人事 監督市政府的預算 那縣市合併以後 我們的預算是全國最多 我們的人事比東京還多 東京有一千多萬人口 我們才兩百多萬 所以我講的不合理 其實不是用在跟新北市比 跟台北市比 我們常常出國考察 我們到橫濱去 結果橫濱三百多萬人口 他的職員大概六十個 東京現在是一百五十二人 那我們的職員有一百六十四人 我講的是 新思維是現在中央跟地方 都是民進黨執政 如果中央的規定 有不合理的 而地方呢可以調整 我們不去調整 那是我們帶度 中央規定不合理 那我們要建議中央改 地方有人力調整不調整 那是我們帶度 譬如說有人力調整 有哪些呢 譬如說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一句 如果你覺得議長的特別會 比市長高 合不合理 議長二十萬 市長十五萬 如果以我感覺是嚴重不合理 議長是兩百七十八萬人 所長制的代表 市長是兩百七十八萬人代表 只有一個 他特別會十五萬 但是民意代表自己條例 明顯的寫 六都的議長 特別會二十萬 比市長還高 那是中央規定的不合理 那地方可不可以調整呢 我們可以透過預算數調整 當然可以調整 怎麼不能調整 你不要寫那麼高 最少 賣車比市長還高 我覺得比市長還高 嚴重不合理 因為我們上班時間 工作任務差太遠 然後 包括 職員工的部分 職員工的部分 我們九十二位 正式的公務人員 二十七位檢證官 我們的檢證官 什麼叫做檢證官 都在協助議員嗎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總務室 一間辦公室 就要一個檢證官 文書組 要一個檢證官 這些組長 主任 通通都是檢證官 你哪 有實際的需求 我講的 林亞區公所 九十八個 全部都是公務人員 只有一個檢證官 一個新興區公所 他們在上班的時間等 連一個檢證官都沒有 一個全軍區公所 連一個檢證官都沒有 不能再拿區公所 跟高雄市議員 我現在在講話 麻煩你尊重我 講話的權利 譬如說高雄市政府 市長市 旁邊有很多相助市長的 他的比例是多少呢 他的檢證官的比例是 百分之二十五 市長市喔 是百分之二十五 市長 就是市府 湖本部是百分之二十五 湖本部是什麼 是整個高雄市 主要水災來也要他 火災也要他 地震也要他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出問題 通通都要他 那我們議會了 今天開完會 我們就放暑假了 我們的事情在哪裡 換句話說 在這裡上班的職員 跟市政府工作的職員 我們自己摸著良心 我們一年上班就一百四十天 他們幾天 他們法定規定就是兩百五十天 我們也是兩百五十天沒有錯 但是議會是議員開會的地方 議員沒有開會 我問你議會的職員 你們的任務是什麼 幾乎就是跟我們放暑假 我跟你說議員 你放暑假你有空嗎 你不可能有空的 你回去還要做選民服務 晚上呢愛照團 光你選你的選民 隨時每天都到服務處找你 議員放暑假 你是不可能有空的 但是很抱歉 議會的職員放暑假有空嗎 當然有空啊 怎麼沒空 他有什麼事啊 所以 這大家蒙心自問就是 為什麼 日本議會的職員可以很少 我們議會的職員 那麼多合不合理 我是拿日本跟台灣在比 不要拿六都在比 六都內有牽扯到中央體制的不合理 我再回過頭來講說 這可以調整的部分 當然這是議會可以自己調整的 中央規定不合理 那是因為都比照台北市天龍果 我們又比天龍果再好 不合理中的不合理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 議會是何一致 你的人事你的組織報告 應該要透過議會 會經過議會來通過來決議 來通過來決議 從來 先預算的過程 沒有智慧 用的人事 也沒有智慧 我是跟你講 我是寫立書站 坦白說 我認為 我心目中 我認為 議長你應該 每個議員 要報告 預算的編列跟執行 這才是負責任 謝謝 各位同仁還沒有其他意見 蔡副議長 我們休會期間沒有放假 議員休會期間更忙 這個要跟市民澄清 今天下午休會以後 我們都回到選區做選民服務 對不對 我昨天早上八點出門 七點半出門 昨天回到假已經十點半了 我們的工作時間是這麼的長 請副議長 好 我們議員沒有休息 我是要澄清一下 我講是議會的自由 對對對 我 我是很怕你 怕市民聽錯了 說休會以後議員更忙 好可以了 小議員對議會改革 這是不可好人 但是改革 不是道德 的 砍下去就是改革 改革是逐步改革 你如果說我們價錢很多 我們就要改革 我們要改革 我們是官市合憑 官的高雄官 跟他們的市合不 所以人數比較多人 人數258個 258個 當中當然這第二次 更像這第二次 你就減掉28個 這就是有改革 但是 我們再說 要檢討 我們如果人 人員再多 當然我們會逐步 逐步去檢 金檢 逐步去把它刪除嘛 至於 所以 我們要到 因為 如果我們要到 進去 那個政府 我們要到 這次 呢 這次 自己在打自己給他們看 公主門就在看說你們就是都沒有改局 剛才騎腳踏在給他們看 不是啦,我們就有改局 包括我們的特製會也有砍 這都陽光下嘛 包括我們出國的經費也有 這個議帳也有砍 包括蕭議員說 藝衍第一的部分不可以開放,這都很簡單,這也有砍 包括洗衣服也有砍 所以每個人也對這個時代在走 讓人鎮讀 讓人鎮讀這些都是正常的 但是 我們是 學殿、高雄 不是直接說高雄官跟高雄官學殿 像台南市跟台南官學殿 旁旁都受益他們的事 都受益他們的事 台東市跟台東市也是 通市在接生價 所以我們的原工比較多 我們的原工的比率比較多 就是原的高雄官跟原的高雄市合起來了 所以 我也說 建議說 蕭議員 他的改局方式是正確 但是 這也是可以來 不要說在議事聽討論 來自 我們 在變議事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的 房公室 在我們的基金室 來討論說這個要怎麼減 要怎麼加 要怎麼減 當然 我們 我們看到我們的 人員這個 還有 變的經緣這個 辭論的部分 你看 進年買到一隻也沒有 那都在十幾年了 不然就都做了 所以 我們已經改到 內褲已經 躺得要 要懷疑了 躺得要 要躺起來了 又要怎麼改局 所以 我感覺 這是 不要說 在這個議事聽說 我們要 大家 坐在 辦公室 好好探討 怎麼改局 我們自己 這是一個良策 以上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好謝謝 藉這個機會跟高雄市民報告 或許大家都認為說 我們高雄市議會現在的總 員工的人數 是 在六都之冠 但是必須說明的是 過去 舊的高雄市議會 直轄市 過去高雄市議會的人數在 99年的12月24號 就是合併的前一天 高雄市是157個人 高雄市議會 台北市議會同一個時間 台北市議會是209人 高雄市議會 209人 高雄市議會157人 我們少他52人 合併前 99年12月24號 高雄市議會 101個 全部的人員 全部啦 就是職員跟職工 總共101人 這個數字過去都對外公開過 可是新那個時候的台北縣 你要拿高雄縣跟做台北縣比啊 那時候 高雄縣101人 台北縣就102人 所以過去的高雄縣 人數也沒有比台北縣多 的議會 過去的高雄市議會的總員工人數也沒有比台北市議會多 可是合併之後 我們必須把兩邊的人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就會變得比他們還多 可是他們都是單獨一個一個 尤其是新北市 他那個時候合併前是102人 那時候高雄縣 林議員林福堡議員高雄縣議員知道啊 我們的人數比 台北 冠議會的人比較少 所以必須跟大家說明是因為兩個會合併 才會加起來變200多人 很多都是受公務人員保護法所 公務員服務的相關規定保護 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相信當時 也很無奈 其實要怨就要怨 當初縣市合併的時候的相關配套沒有做好 他應該把我們這些多出來的人看是要 送去哪個單位啊 那以後對方的公務機關願意接收啊 對方如果沒收我們也沒辦法送出去啊 那至於其他臨時人員 也是在逐漸地檢當中 我也沒有新闢新的約併雇人員 臨時人員我也沒有增加 我反而是用減少的 我還解雇了一兩個實在很不好意思 可是總不能全部解雇吧 如果你們贊成全部解雇的話那就做一個決議 約聘估人員全部解雇 臨時人員全部解雇 但是這些已經降到最低了 我們已經比原來合併的時候少了28人 那跟大家再做一個報告 跟我們同時 變為院俠市的新北市 他們現在多少人 這六年來 新北市多了19人 新北市議會 高雄市議會在許坤元議長跟我之下 努力之下 我們少了25人 就是這六年來 新北市是加了19人 我們是減了25人 所以我努力 請請不要再 不要再一直的嫌我們自己議會不好 那其來有之就是有兩個議會合併 每個員工也都很辛苦 好 關於本會 各位同仁 關於本案 各位同仁們什麼意見 是 這樣討論 議會 議員不知道在討論什麼 議會的職員工總共五種 三種是有 公保跟勞保的 叫做職員 朱衛錦機構 我講的是總人數 好沒關係 我講的時候麻煩你不要 不要插嘴 然後 兩種是臨時工 約聘固 這個是 沒有勞健保 我講的 有 比日本多的是有 勞保跟公保的部分 那我們要檢討的 縣市合併 那時候 主要的負責人 對外出來開記者會的一個就是現在的 陳順利秘書長一個是 原高雄市的 徐榮勝秘書長 縣市合併以後就是完全的全部都禁用 那是那時候的決策 這六年來 我們總共退休了幾位 一調進來有什麼好處 調進來這裡就是什麼 這裡就是 人多事少福利好 位高權重責任輕 一調進來本來是 八指等九指等 調進來就是十指等十一指等 大家都相關 所以 實際要講的是什麼 實際要講的是 第一 縣市合併 那個體制到底合不合理 當初原高雄市 那個決策其實 也沒有真的找 所有議員來做決策 我現在就是說 議會以前就是首長制 以前有什麼首長制 人家以前議長都是買票的 買票買過半 所以預算是 他掌控 人事是他掌控 完全不用跟議員討論 找議員來討論 我跟你說 也是白討論 為什麼 他已經買過半了 以前是買票已經買過半 你討論幹什麼 來討 決議也是議長講的算數 所以以前 你看議會組織預算書裡面 是沒有議員的 林總議會 預算書拿出來看 沒有議員 議員組織 議會的組織預算是什麼 議長啦 副議長啦 秘書長啦 副秘書長啦 九個組織 九個專門委員 就是議會的權力結構 我們現在的權力結構 是沒有議員的 你不要以為 議會合一致是什麼 合一致最高權力機構在這裡的 是叫做院會的 66席議員組織的院會 我們現在的預算書 今年的預算書 你給他拿出來看 沒有議員 議員在這個議會裡面 是沒有權力的 我的主張 議長我的主張很明確 就是 要把 屬於議員的權利 還給議員 因為 第二屆議員是 沒有買票 大家都沒有拿到錢 沒有拿到錢 那你就要把權力 實際 還給議員 所以 人事跟 預算 是要來跟 議員做報告 經過 議員同意 你才實際 編在預算書 執行的時候 也應該做報告 民主政治就是什麼 有權力 你就要接受監督 就要接受負責 市政府 預算跟執行預算 是市政府的權利 省預算是議會的權利 那是我們對行政單位要求 同樣的標準 有沒有用在我們自己身上 同樣的標準 全台灣我跟大家報告 我今天提出來大家覺得 很突然 但是 確實是這樣 因為全台灣的議會 真的議長沒有買票的 恐怕恐怕 我們是少數中的少數 所以我現在講的意見 我自己知道 是少數 我希望 大家理性來思考 我沒有堅持這個法案 一定要通過 但是 我希望 最少做到了 議長你在 跟執行預算的時候 要正式跟議員做報告 這預算是怎麼編的 合不合理 人事的任用 譬如說秘書長 副秘書長 人事的任用 這個人以前是做什麼的 人品操守 好不好 為什麼用他 應該來跟議員做報告 這就是負責任的政治 這個法案如果有爭議 我沒有堅持要通過 沒有關係 但是我希望下個會期 我們都 有程序委員會 程序委員會 譬如說今年 就找高雲的 董事長總經理來 議會報告 他只要 有用到納稅人的錢 他就要報告 我們議會 我們領的是納稅人的錢 所有議員 資源工領的都是納稅人的錢 我們應該要公開跟納稅人做報告 這個法案 不用表決了 要通過 不通過都沒關係 我的主張 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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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的 發表意見 跟 跟大會報告一下 那要不然等蔡經燕發言完再找幾人報告 謝謝議長 那我想 議會同仁沒有人反對議會改革 那至於是要採取什麼樣的 方式 鑑進式還是怎樣我想這個都可以再討論 那我站起來 只要是要 表達說像蕭議員說 剛剛蕭議員一再講 什麼買票什麼的 我想 提醒蕭議員不要在 議會的這個 言論免責權的保護下 講這些話 那也希望他指名道姓 那再來咧 還有咧 我想 要講清楚啦 我們把話講清楚啦 要不然我想 他剛剛只有講到 第二屆 沒有買票 對不對 我想 大家都是清白的 我們 要說事情之前把事情說清楚這樣就好 這我表達我的立場 那我也支持議會改革 要採取什麼方式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大家 議員 議會一起來 合作 讓這個動作 能夠持續 謝謝 去年的概算 有通知 概算會議有通知 黨官 黃柏林議員 有到現場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這樣子 好 許惠玉議員 謝謝議長 那我想今天 是 休會 因為七十天大家都很辛苦 不過老實講 我覺得針對我們市議會的 內部的一些的 的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內部充分討論之後 而不應該是浪費這麼多時間 在這個大會的這個地方 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地方 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 是 民意代表可以為民心力 可以監督我們的政府 做得更好的地方 那我想在這裡 我也必須要講一些比較客觀的話 那當然 剛剛 我也不指民道姓 因為大家都是同事 我們也不分 我們問政也不分政黨 但就是說 我希望我們民意代表 是站在一個比較高的格局 我們有很多的公共議題 我們可以跟其他的縣市 來做比較 比如說 我們高雄都有哪個地方的 公共事務 公共政策議題 遠遠落後哪個地方的直轄市 我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很好的接近 我們就是應該要 激起直追 但是遇到有一些東西 他可能不是只有一個理字 不是一個講不講理 一個法字 就可以解決的時候 我們身為民意代表 是不是也應該要稍微體恤一下 現在的大環境不佳 情理法 都需要稍微面面俱到堅固一下 那剛剛因為特別去提到 其他的直強市 我現在都不指名道姓 是誰講的 免得說到時候 大家都認為說我幫誰講話 然後跟誰對抗 不是我針對的事情 就是說議會有這麼多的員工 那我想就是說 包括正式的公務人員的編制 那當然這個部分是不用擔心 但是 有很多那種約聘雇的人員 我想這樣的一個 應用約聘雇的這些人員 其實也實至已久 一段很長的一個慣例 那每個議會都有 我們先不論剛開始 這些臨時性的雇員 是怎麼來的源頭 那問題是 今天這些雇員 如果我們採最嚴格的標準 好 那現實問題 這些雇員 我們要不要輔導他 到另外一個可以就業的單位 而且他們領的幾乎都是最低的工資 現在以台灣物價上漲這麼嚴重 這樣的薪水 真的有時候連自己都吃不飽 更何況有時候 現在單親家庭又這麼多 所以我想我們民意代表 我們在基層 我們幫助很多百姓 在解決很多困難的問題的時候 更何況是我們議會裡面的職員 所以我想在這個地方 我也必須要講幾句公道話 我絕對是贊成改革的人 我監督市政 我也相當的嚴格 更何況是監督我們自己的議會 我們自己本身 也是要先端正我們自己 我們講話才能夠大聲 百姓對我們才會尊敬 但是問題是 有些情理法的部分 應該要稍微兼顧一下 所以我建議啊 如果可以漸進式的改革 然後我們真的是 可以鼓勵 或者說我們協助 有個平台 讓我們這些 可能因為在制度下 不得不 請他們 離開這個議會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的佳計 我們是不是 我們所有的議員 也應該協助他們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 比較符合人性 所以我想不要把所有的議題 都把法 把理擺在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見過到請的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請的這個部分 台灣會變成一個很可怕的地方 對 所以我想這個情緻 適度的運用 我覺得會比較符合這個議題 那以上是我的建議 謝謝 邱君憲議員 你是要發言嗎 謝謝議長 我相信在場 不管是議長還是議會的同仁 甚至坐在前面 替大家服務的這一些議會的行政委員 其實對於議會的改革 這一個大方向 這個大目標大家應該是一致的 只是怎麼做 如果力道要多強 要多快的時間去完成 這部分當然每個人 有自己主觀的期待 跟不同的想法 蕭永達議員這個案子 我有幫他連署 那我連署的目的是 我覺得可以讓他 讓每個議員應該在議事裡面 能夠充分的表達他的意見 可是當然每個做法要怎麼做 每個議員必須負他完整的責任 那剛剛今天是議會最後一天 那這個 這個提案其實知識體大 那剛剛議長也好 或是法規事主任 其實有提在地方知識法上的 司法性其實還是有些疑慮 那是不是 是不是能夠達到 我們大家期待所謂的 議會改革的目標 我個人在這邊我也覺得有點困惑 那今天已經是議會最後一天了 我覺得這個案子 不及得這個會期去處理 我這邊提一個動議 停止討論的動議 然後我建議這個案子就擱置 繼續討論 大家有共識再來處理 我覺得 改革不是一個法案 或者是一個修正案 就能夠 就是一個據點 所以我這邊提一個 停止討論的動議 然後 這個案子我建議是擱置下來 然後 再透過其他更多的方式 就是來做一些討論 讓一些 其實剛剛議長也有說了 我們其實有做了很多的改革 只是外界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這個壓力不能夠只有 在議長一個人身上 其實我們議會裡面 66位議員應該是要共同來承擔 可是這件事情 並不是一處可及 不是我們今天講一講 明天就辦得到 所以我這邊 我再重複講 也是我提 停止討論的動議 然後 這個案子 包括 停止討論有沒有人複議 我們停止討論好嗎 有人反對 那個 我們停止討論 有沒有意見 那就停止討論 請高級人 高級人擱置是個不錯的方式 因為我們可以暫時留一個時間 來 把議會改革的方向向人民說明得更清楚 那也是要肯定蕭議員 這麼一年多來 對高雄市議會改革的要求跟用心 這個我們一定要肯定他 超級人 那您有沒有什麼看法 各自好了 跟大家報告 因為 這個案子 因為剛剛 就司法性有提出來 其實他 他違背的地方制度是非常明確 那當然在這裡 我們也如果說 不是各自的話 要處理的話 也當然也一定是沒辦法通過的 但是如果說做出這樣的決議 沒有通過的決議 我也是建議說 就比到昨天一樣 可以做一個附帶決議 那就是將今天的所有議員建議的改革 納入未來議會的改革方向 並在下一次大會的生活座談會提出報告 這樣也是一個解決的方式 不然的話 你擱置下一次還是要再抽出來 我想這提供整個大會做參考 你是說什麼我聽不懂 就是在做一個附帶決議說 將議員建議的改革納入未來議會的改革方向 那對本案呢 這個案子不予通過 因為司法性有問題 然後做一個附帶決議說 將議員建議的改革納入未來議會的改革方向 並在下次大會的生活座談會中提出報告 我們就擱置好嗎 我跟各位同仁建議 那我們確實需要有很多改革的方向跟討論 那擱置的意思就是讓我們有更多的時間來討論說 整個議會該如何改革 各位同仁對擱置有沒有意見 我們這個案子擱置 謝謝 編號二 提案人蕭議員永達 按由建請修正高雄市議會指之自治條例 第三十二條條文草案 請議員看二之一頁 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原額 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類等表之規定 增列第三項 為落實人力精簡 本會因每年檢討行政人員編制表 職務控制縮減職員工總數 諸位僅責採出缺不補之方式辦理 委員會審查意見 本案宋大會公爵請審議 好請召集人說明為什麼宋大會公爵 好跟大會報告 其實這個條文當時在小組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有提出來就是 因為像這個人力精簡粗缺不補這種方式 其實是應該 不應該是放在條文裡面 應該是說是不是 一個大家以後處理的原則 那但是在小組裡面討論是大家意見不一 所以因此送大會公爵 以上報告 是那現場各位同仁有什麼意見 林武宗議員邱君憲議員 請林武宗議員發言 主席 我落實人力精簡本會因每年檢討人員編制 我是覺得這是書委議會 你們議長還有副議長你們的職權 這應該要尊重議長 只有要怎麼縮減員工 這種會因為有這個歷史的淵源 這也不是說怪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這個議會 國民黨為家做議長 然後可以做這四十幾年 鄉鄉民進黨來做議長 整個要由議長我們議會來承擔 這個油脂過重 而且這個改革也屬於漸進式的 不可以這樣一下子就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覺得既然議長是我們議員所選出的 議長也在平常只要管理我們的議會的員工 所以我本人很強烈的支持議長 就是說你就由你在管理你授錢給你 你就要怎麼做我們議會應該所有議員應該表示支持 而且這個諸位景出缺不普這方式 這完全是內部的問題 至於怎麼要產生或是怎麼要出缺 其實你們內部包括秘書長 你們都有一個共識 你們應該逐境來慢慢的改善還是怎麼樣 這個屬於我們議會內部的事情 其實也沒有在全國的議會也沒有這種先例可行 我覺得這個還是尊重議會尊重議長 你們秘書長你們的管理方式 本席都尊重 所以不宜提出這種建議 我覺得還是要尊重議會 而且議會也有逐步在改善 而且經費也有逐步在用 不能下鬧得我們議會員工 每個人都是鐵心道大 沒有無心在工作 議論不分 這個穩定性不好 我期待議長要有個魄力 應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而且我同意議長 你們要怎麼去議會管好 還是議會員工要增減 我完全尊重議長 尊重秘書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們就 他也是一般的好意 提案人也是一般的好意 但是我還是覺得尊重議會 尊重議長 以上 你是反對嗎 我反對 邱俊憲議員 謝謝議長 大家辛苦 那個 其實這個條文定在裡面 我的認知是 避免因為議長的不同 而不去持續的往這個改革方向走 這裡面寫的文字其實 以現況 其實議長 你當成議長之後其實都不斷的在做 那這部分是不是要放到這個裡面去 其實現在看起來 我們議會裡面也並沒有那麼大的公式 那我這邊也是提一個停止討論的動議 那這個案子就跟上一個修正案一樣就先擱資 讓議會改革這個大的議題有更多的討論 更多多元的聲音進來 要怎麼做 大家有高度共識之後再來處理 以上 那個停止討論有人複議嗎 那停止討論有意見嗎 好 停止討論 也不要他提擱置了 責任我來擔 我跟各位同仁說 這個案子擱置好不好 擱置以後 我們對於剛剛前一個案子跟這個案子 蕭議員所提出來的這些建議 我們在下一個會期開議前 應該要對所有的議員來做一個報告 這樣好不好 針對剛剛這兩個蕭議員所提出來的修正的這些內容 我們應該在下個議會定期大會的時候 跟所有的議員做一個報告 那本案就擱置 那跟蕭議員說一聲 我們會報告 會跟你報告 這樣好不好 本案擱置有沒有意見 各自不是不處理 各自是要留待這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來努力想該如何處理 在下次定期大會的時候 跟大家做個報告 所以跟大家做這樣的拜託 本案各自有沒有意見 謝謝 編號是提案人 郭議員建盟 請審議修正高雄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 第五條第六條條文草案 請議員 方開四字一頁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第五條 一 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四項 一 定期規劃辦理動物保護 教育研習課程 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並應指派生命教育 業務承辦人員參與研習 二 鼓勵本市各級學校實施動物保護教育 參與認養校園前 其獎勵由主管機關令定之 為強化寵物業 專任人員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每年應至少辦理兩場寵物業 專任人員訓練課程 委員會審查意見 第五條 主管機關定期規劃辦理動物保護 教育研習課程 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並應指派生命教育 業務承辦人員參與研習 為強化寵物業 專任人員之專業知識與技能 主管機關每年應至少 辦理兩場寵物業 專任人員訓練課程 正列第三項 主管機關得鼓勵本市各級學校 辦理動物保護教育 及參與認養校園前 其辦理績效優良者 得益於獎勵 其獎勵方式 由指管機關令電支 說明修正通過 請審議 下次請專門委員要念 這是誰提案的啊 然後這個螢幕也應該要有一個提案人吧 剛才有念 好我知道是郭建盟議員提案 可是我覺得這個螢幕上應該要有提案人啊 報告的時候也應該要提案人 畢竟這是議員提案嘛 不是市府提案 那也要讓市民了解說 這個關心動物保護的自治條例的修正 條文的是哪個議員啊 這個部分下次請改進 這個是提案人是郭建盟議員 剛才有念 好謝謝 然後螢幕上也秀一下 可能我沒聽到 不好意思 請郭建盟議員說明 那個提案的用意 謝謝議長 本會很多委員都共同關心說 高雄市的流浪權收容 被外界來詬病我們的死亡率夠高 但是這樣子的詬病其實有部分不是真實 那為了要讓改善死亡率的問題 所以在這次的修法提案裡面 我們幫狗狗除了收容以外 另外找去處 就是明文法定要校園認養 所以這個條文內容 經由農業局動保處的支持討論以後 也在法治局的協助 把文字修正以後 做成以上決議請大家支持 那為了節省時間 我連我下一條的條文修正一起做報告 那第六條的修正 因為農業局長也特別提醒說 有部分的內容 其實要再跟動保團體再行討論 所以在當天的討論過程裡面 我也接受他們的建議 先行測案 等到有共識以後再行提出 以向上大會報告謝謝 哪個部分要有共識再提出 第六條的部分 第六條的部分是撤回 第六條就是不修正 不修正撤回 我一併報告節省時間 所以第六條我撤回 第五條請大家支持 這是以農業局動保處 有共同共識的修正提案 請陳信宇發言之前 請我們先處理程序的問題 第六條撤回可以嗎 請議會議事主 向大會報告 我們提案提出之後 那個是提案人可以主動撤回 當這個案子還沒有經過修正的時候 但是這個撤回已經經過討論 所以必須請主席 徵詢在場所有議員的同意 那我們才可以同意撤回 謝謝 那這樣子啦 等一下第六條的部分 就不修正就好了嘛 好不好 也不要討論撤不撤回的問題 尊重一下郭建盟議員 因為你也希望說 第六條回復到原條文嘛 但是受制於我們相關的議事規則 你沒有辦法撤回 又要經過全體的同意太麻煩了 所以等一下就請 一個議員提案說這一條就 你拜託一個議員提案 這一條就是 不同意修正這樣好不好 不好意思 對你這樣比較沒力氣 來 第五條 第五條 他有修正 什麼 趙幾人請說明 五條有修正 也 那個 跟大會報告 欸你們已經同意了啊 對 沒有跟大會報告 我講的是第六條 其實第六條 在小組就已經撤回了 在小組就撤回了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嘛 對不對 對 沒有這個問題 對 醫師主 醫師主 醫師主任 第六條他在小組就撤回了 第六條的 我們在委員會審裁意見 已經註明了 同意提案人郭議員建盟撤回 所以這一個已經是 形成委員會的一個意見 好 那那條等一下就 就照委員會的決議來處理就好 那第五條 各位同仁們什麼意見 陳信宇議員 謝謝主席 第五條的部分 既然我們 呃 委員會的建議修改是主管機關得鼓勵 對 既然是得鼓勵 我想主管機關做不做 這我們也沒有什麼強制力 那我們也希望是 真的是他們用鼓勵的立場去處理 也比較積極的態度 那至於有 這個郭建盟委員 有談到校園犬的部分 那我再加列一個部分 警所犬 在校園犬後面再加警所犬 這三個字 我們也是得鼓勵 這個事情我們其實不管是校園犬 或者是警所犬 我在質詢當中也都要求很多次 局長你也知道 那我也都希望你們是用鼓勵的態度 那既然今天要定這個法 要把這個 呃 法規甚至要把它正式的文字化的話 我覺得如果要得鼓勵的話 那我們應該也要對於 主管機關是不是應該有一些的 壓力啦 不然我覺得我們如果得鼓勵的話 這個法文不是修跟沒修是一樣的嗎 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 希望你們可以真的提出這一年 到明年為止啊 你們可以看到很積極的作為 不然的話我還是會提案 我會跟郭建盟提案 我會把這個法條修得更強勢一點 所以局長我這樣子的期許 你們是這樣子做啦 這個主席我的建議就是這樣子 把校園犬的部分後面再加上警所犬 我們要看的是法規委員會的審查意見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有修正通過 不是看原來的郭建盟議員的那個修正條文 你是以法規委員會的這個修正意見喔 你就是要修正法規委員會的審查意見 對 加上校園犬加一個警所犬 對 怎麼寫 警察局局的局所就是派出所的所 就是派出所犬的意思就對了 警所犬 對 什麼叫警所犬 這是一個專有名詞嗎 也不是啦 就是派出所 派出所也有 有 也有相關的這個 文字可以再做修訂啊 他的目的是在協助警察 以及或者是社區巡守隊 去做這種這種巡防的工作 所以他的警所犬或者是什麼犬 這個名稱都很多 可是齁 那個 陳議員你看第五條的第一項 第五條的第一項是講 高級中等 有沒有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是不是他的講的對象都是高 學校 那學校的話你把警所犬也放在這裡 那也不是學校的範圍啊 或者是鼓勵本市各級學校 警所犬是派出所 對不對 加派出所也可以 是不是 那這是指校園裡頭的 沒有不是在消防局 對不是只有在消防局 沒有錯這一個部分可能規範到 或者是說你們只是定位在學校的部分 但是我們也可以在最後的那一段的部分 我待會兒寫我修正文字 然後再提給這個主席 這樣很怪啊 這一條針對的是學校裡頭的 是請那個趙紀元說明 我想這原來的條文 這裡是在規範這個學校裡面 對於這個生命教育 對於這個有關流浪犬的這些問題 的一些條文 那在這裡面加上校園犬 其實提出修正在這個條文其實是合理的 那但是如果說有警所犬 是不是可以在 在另外一個條文 在別的條文 在別的條文裡 特別的另外一個條文 但是這增列可能在這一次會期恐怕沒辦法處理 可能還是必須要在下個會期再提案 以上報告 陳議員 謝謝主席 這個對於教育的部分OK 我們就尊重這個召集人 也尊重主席 也尊重我們的郭議員 我們在下會期再來提出 但我還是希望這個精神為什麼會這樣子的去修訂 把這個文字這麼的確定化 也希望是主管機關有積極的作為 好不好 不然其實我們寫這個字也沒什麼意義 好嗎 好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下會期就來看看你們的做法是怎麼樣 說不定我下會期就不用再提了啊 因為你們很積極啦 所以我也不希望再修法啊 局長謝謝你喔 我這樣期許謝謝 議員你要主動一點啦 還是自己提個案子啦 不要等他們來提啊 這樣子功勞就變市政府的了齁 應該是把業績做給自己嘛 請議員認為說警所犬需要加入的話 你自己提一個修正案 就像郭建盟議員這樣提的修正案好不好 陳議員加油啊齁 那關於這個第五條的部分 審查意見是修正通過 那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見 沒有 高敏寧議員 謝謝議長齁 那我想齁 呃這邊我有一個很小的意見 是針對法規的文字 那所以可能等一下可以請 也許我們法治局長也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那呃原本法規委員會審查的意見裡面有 這個修正的條文是主管機關得鼓勵本事 各級學校辦理動物保護教育機 參與任養校園權 後面又齊辦 辦理績效優良者得獄獎勵 我的意思是說前面又得獎得鼓勵 後面又得獄獎勵 有一點重複在說話的意思 就是有點在refresh同一件事情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文字 再更精簡的把它修正為 例如主管機關針對本事各級學校的人 然後其辦理績效優良者得獄於鼓勵 之類的 這樣子的修正案的方式來呈現 那這個部分我是不是想請教一下我們的法治局長 就是把我們的整個的要修的這個條例的條文的文字 再更加的精簡化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本來他們其實就已經有獎勵辦法了 那在這邊所謂的鼓勵是指做法 讓學校要怎麼去做 所以鼓勵的部分是指做法 那後面獎勵辦法是因為 如果你做得好 我另外用獎勵辦法的部分來獎勵你 所以這是兩個不一樣的事情 跟議員報告以上 那我的疑問是 那既然已經有獎勵的辦法 那為什麼條文不直接就寫 其辦理績效優良者得一 什麼什麼獎勵辦法 然後辦理 問小組召集員 因為是小組修正的條文 請召集員回答 好 謝謝 原來他們就做一些獎勵的方式 也有一些獎勵的辦法 但是在這裡就是把這個納進去 這條文入這個法 就一個依據 可以在這裡做這樣的獎勵方法 好 當然沒關係 我可以接受 好 謝謝趙集員 謝謝 請林武中議員發言 主席 那個第二條 鼓勵本市各級學校實施動物保護教育 這個 這個教育是 保護教育是我認同 但是這個有沒有什麼強勢 目前啊 學校是沒有在 你認養這個 這個目前這個 有嗎 有的有有的 等一下那個 現在我們學校是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約 李系長你答我一下 現在目前 各級學校 本市各級學校 是指高中還是大學 你說明一下 目前 有多少大學 高中 國中 國小 有在辦這個 動物保護的教育 而且認養 校園 那個農業機長 你答我一下 好不好 請局長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林議員 在這裡跟林議員報告 他是高中以下 高中以下 十二個學校 五十七隻 全部有十二個學校 高中有十二所學校 高中以下 高中以下 有十二 全部才十二所 來請坐 所以主席這個 全部才有各級的辦動物 而且參與認養 校園 目前只有十二所 然後十二所 表現憂慮 有沒有獎勵 這邊有獎勵 你們是怎麼獎勵 請說明 這個跟林議員報告 本來就是說 他如果表現優良的 怎麼表現才是優良 這十二所是認養多 還是他保養得好 還是他訓練的會聽話 管理訓練 如果好的話 本來在學校裡 我們就發功能給學校 給這個承辦人員 或者學生一個獎勵 這個沒有強制性吧 沒有 就是說 有學校 有興趣 你要認養的話 我們 我們是以他的一個教育訓練 是以教育訓練這樣 沒有什麼強制 要參加也參加 不認養不認養 是這樣 我本學家了解 這個這裡面的內錢 好 以上 謝謝 根據第五條的修正 小組的修正條文內容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照小組審查的修正條文通過 第六條 第六條 主管機關每年 應定期與不定期對下列場所實施 集查 一、實驗動物機構 二、經濟動物屠宰場及拍賣場 三、展演動物場所 四、動物收容處所 無同仁、寵物業、營業、飼養場所及寵物防止場 前向機查辦法由指管機關令定之 委員會審查意見 同意提案人郭建盟撤回本修正條文 請審議 本條小組的意見是 同意撤回 同意 提案人郭建盟議員撤回本修正條文 各位同仁對這樣的 決議有沒有意見 那照審查意見通過 就是同意郭建盟議員這個撤回本修正條文 三讀 修正高雄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 第五條條文案請進行三讀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修正通過 還有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總共只有13案 這都是市府的報告事項 請市政府準備 超市政府的報告事項 可以請進行三讀 一段長的請問 你們請進行三讀 報告事項 請進行三讀 報告事項 要請進行三讀 報告事項 再次請進行三讀 報告事項 有請進行三讀 報告事項 請進行三讀 報告事項 第一案是人事的 人事處來了嗎 都到齊了嗎 我點名一下 人事處 社會局 財政局 經發局 文化局 公務局 公務局 所以現在是財經跟 是經發跟公務還沒有到 那我們先開始 說不定到他們的時候就到了 人事處先開始 請各位議員參與報告書項會編序 案號四日三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認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編制表議案 請查照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四日四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認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各衛生所組織規程第三條及第十三條即編制表議案 請查照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四十五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認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部分修正條文即編制表議案 請查照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四十六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認事處 案由定定高雄市登革熱研究中心組織規程即編制表議案 請查照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四十七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認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組織規程第五條即編制表議案 請查照 請審議 有沒有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四十八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認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登革熱研究中心組織規程第四條即編制表議案 請查照 請審議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四十九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簡送修正高雄市社會福利服務場地使用管理規則第三條第四條副表及第十七條議案 請查照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五十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案由本府修正高雄市經濟弱勢市民醫療補助辦法案 請查照 請審議 第五十號案 有沒有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五十一 把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案由 檢存高雄市政府專戶及保管品管理辦法以份 請查照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五十二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案由 檢送訂定高雄市岡山本州產業園區下水道管理辦法 詳如復見 請查照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五十三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案由 檢送本府高雄市紅毛港文化園區門票及傳票收費標準 第三條副表修正總說明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 請與備查 請查照 請審議 各位同仁們意見 準以備查 案號五十四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公務局 按由 高雄市營建工程剩餘土石坊管理辦法 液金本府 105年4月18日高市府公建置地1053-2396-000號令公布廢紙 請查照轉知 請成立 各位同仁們意見 沒有 沒有 準以備查 案號五十五類別法規 報告機關高雄市政府公務局 按由 修正高雄市高雄錯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 液金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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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5月26日以高市府公建置地105-338-50800號令修正定定發布施行 請查照轉知 請審議 各位同仁對第五十五編號案有沒有意見 沒有 準以備查 期望 請請請教育 留意一下 可以提供意見 來拜託你們的服務的對象跟當事人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同仁一定要注意多看一下 跟我們的服務案件會很有關係 特別提醒大家 我們休息五分鐘就好 因為還要請市府的官員入座 休息五分鐘